您还记得那部《甄嬛传》吗 热播剧《甄嬛传》不仅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如今这把火还红到了大洋彼岸 据导演郑小龙透露 《甄嬛传》即将登陆美国市场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甄嬛迷门》的骚动 美国观众看得懂吗 那些经典的《甄嬛体》台词该怎么翻译呢 小主们要走向世界了 观众对此消息的态度几乎是亲一者的支持 这个可以有 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也传播出去 我觉得非常好 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吧 也蛮不错的 郑小龙导演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英文版《甄嬛传》将由美国方面负责制作和翻译 对此网友们则开始热议经典的《甄嬛体》台词 美国人能领悟其中精髓吗 请问见人就是矫情要怎么翻 少你一帐红是给你一帐吗 而在我们记者的街头大调查中 最经典的一句 那字是极好的就轻易烤抖了众多甄嬛迷 其实对于剧中诸多语带双关 引经据典的台词翻译 就连剧组本身的工作人员都担心翻译会出岔子 为此记者尝试联系《甄嬛传》的制片方 并在网络上疯传 尽管语言难以匹敌原版的精妙 却也别有一番欢乐滋味 在欢乐之余 网友也不忘吐槽 老外们这是何苦来啊 美剧这么好看 为什么还要引进中国电视剧呢 搞笑啊 老外能领会其中争议吗 事实上除了还珠格格 像《步步惊心》 《亲世皇妃》等中国古代宫廷戏 早就拥有了一大批世界级粉丝 在亚洲电视剧的国际论坛上 点击率一直居高不下 专业人士也表示 中国电视剧进军美国市场 主要优势还在于题材 美国人爱看这个宫廷戏 有很大程度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 它是没有王室的 它是没有王后的一种概念的 所以对这种王室的 体材的东西 其实在美国是有相当消禄的 中国的这个古代 这种宫廷戏 对他们来说 其实就是一种烈情心理 新日在线 综合报道